这窝头烫嘴,表演假吃,空气吃法,圆周实在是吃得有点太勉强了吧。 好像圆周是在演戏,他也很喜欢吃窝头的,深野的窝头,就是基地给的配方,每次做得可香了,但是圆周非要表演。 圆周还是一个爱吃各种蔬菜的熊猫呢,无论是包菜还是花菜,都吃得可香了。 熊猫的喜好还真的是五花八门,平时看国宝们的腐食除了胡萝卜,好像少见吃其他蔬菜的,圆周宝宝的口味好特别啊,其实吃包菜和花菜也还好了,丹麦的熊猫是不是还吃大葱啊? 熊猫真的跟人一样,喜好各不相同,口味也是,脾气性格也是千熊千面啊。 吃甘蔗,还会像人一样剥皮呢?看到有网友说,他怎么不吐甘蔗渣渣,关键是,熊猫吃竹子都不吐渣渣的呢? 甘蔗跟竹子材质上对比起来,还是竹子更硬吧? 现在深夜有两只大熊猫,圆周霍秋邦,2013年2月,一起出差至深圳野生动物园,圆周的妈妈是圆圆,爸爸是林林,有个双胞胎哥哥圆林,2010年8月15日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。 也就是说,圆周也是狗狗家庭的成员,是圆润的二哥,是润九润月的舅舅,是荷花荷叶的表哥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